我們團隊的一個寫手 他不只期待 他甚至還是妄想著 他能夠當上主持人 媽 我要主持夜夜秀耶 真的啦 從脫口秀節目的寫手 熬到接下第四季夜夜秀的主持人 喜劇演員賀龍 當時恐怕沒想到 在接下主持棒後 竟然涉入歧視深仗者的爭議 還被民主黨點名出來道歉 就連他的前女友隆隆 也在臉書亦有所指的說 只有魯蛇會靠貶低別人 讓自己好過 讓賀龍再度爆紅 但其實他因為爭議上新聞 不是第一次 如果有救命案人跟新龍借錢的話 對方是不是認為 新龍應該把那些機具 拿去幫別人還賭戰 而不是救劉真老師呢 畢竟喜劇演員 跟所謂的一般的那種演藝圈 他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樣 所以網路上也有引起了一些論戰 所以在那一次的節目之後 大概我覺得他的聲勢 大概就水漲船高 當時辯論就曾引發議論 如今又因為歧視爭議被點名 現在就連夜夜秀的17個贊助商都跳車切割 包含知名床墊跟手機殼廠商 都紛紛在平台發聲明 沒有贊助關係 這個製作成本應該是滿高昂的 那對他們來講這些贊助商的流失 可能都會多少都會有一些衝擊 所以你看他們的製作人 第一時間就出來對賣道歉了 製作團隊曾經透露 脫口秀一集就要燒40萬 儘管有觀眾門票收入 但還是杯水車薪 主要是靠網路募資跟贊助商的支撐 如今被民進黨點名 夜夜秀的編劇老K就在臉書酸 我可以煽情 但你不可以說我煽情 厲害了我的黨你就繼續啊 看來爭議恐怕沒那麼快平息 TVB的新聞 流行為家綺台北西方報導 其實事件戰火正在燒 民進黨立委鄭英鵬 卻在同一個節目上表演囤火 明明是一路剩下時間 卻選在節目變綠營劍拔的moment 變成火燒鄭英鵬 不只臉書被關包 剛上任的民進黨執行長 王毅川也開嗆 要他說清楚態度 為革媒抗議 鄭英鵬則果素回覆 自己並不在現場 委員可以問一下嗎 明知媒體想問什麼 鄭英鵬腳步沒停 卻不斷透過社群媒體自侵 方文要求製作單位 和當事人有盜竊 也向不滿 網友解釋說 要靠向平台 才能說服不同想法的人 史維斯上更發長文 說明受訪原因 只因聽說那裡的受眾年輕 也支持柯文哲 他沒有遇到其他來賓 也請大家相信 鄭英鵬兒子的爸爸 還是你們喜歡的那個人 沒有內斗 運鵬委員也要求製作單位道歉 跟黨的立場是一致的 吞火 這個還好吧 他還講說現場有很多科粉 要來突破一文城 這也是我們黨現在非常需要 同志上節目玩火可以接受 但節目玩火觸及 其實紅線還是要追究到底 尤其上架時間 更熱火粉絲 如果這個是這一家製作公司 刻意選擇這個時間點 那就是一個很爛的公關操作 就是已經犯錯了 你還要這樣做 賀龍你趕快道歉 賀龍你一定要道歉 中國舉起來 節目上效果做好做滿 就連中華民國國旗也大方舉起 守護還是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其實言論被言上 王志安連續推文至少30折 才強調 若因為發言無法來台也沒關係 因為很快就要加入日本籍 甚至美國籍 接著又抱怨原本來台 感覺像第二故鄉似曾相似 如今看起來是第一故鄉一模一樣 台灣社會 雖然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但是它離那種唱所預言的 言論自由的社會 還有一定的距離 很多政治雷區 嘲諷中共綠共一家親 但只剩談兵 其實言論還是沒說親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我覺得台灣大選就像秀 基本就是個秀 脫口色節目上 對阿媒體人王志安分享關選心得 只是說著說著 像是演唱會現場嘛 有歌星 然後有前面鋪墊的 還有把殘疾人推上去山晴的 音樂一起 然後那個殘疾人說 支持民進黨 搶救王毅川 現場秀聲不斷 但民進黨可是笑不出來 畢竟王志安雖然沒指名道姓 但民進黨三個字 懂的人一聽就知道 再說他 不分區排名第16名的律師陳俊翰 明天台灣人的選擇 是決定了我們未來要走向哪裡 宣前之夜 陳俊翰登台催票 只是這一幕卻成為脫口秀節目的嘲諷片段 相關言論引發反彈 製作人獲金第一時間公開道歉 令爭議言論也被剪掉 脫口秀節目邀請他國人士評論台灣的選舉 更以善效的方式來影射站台人士 民主進步黨對此惡意言論 深不以為然 並以強力的譴責 不過當事人之一的王志安不認 自己有錯 推特發文指民進黨才是消費殘障人士 把陳俊翰黨競選工具 另批評民進黨施壓節目 說民進黨是綠共看來真是有一點道理 推文更接續連發 翻嗆自己不是大陸媒體 是日本媒體 還要網友投票 到底是誰 消費生長人士 只是這王志安又是何許人也 我聽說這家餃子館是蔡英文總統比較喜歡吃 個人YT影片 拜訪總統常光顧的水餃店 原來經營自媒體的王志安又走王局 過去曾任央視記者 但在2019年被全網封殺 遂於2020年移居日本 不過聲稱反共的他過去言行 卻也被民運人士質疑是裝的 這回因為一場脫口秀 聲明大噪 TVB的新聞 董佑俊綺煥柔 他也報導 我覺得台灣大選就像秀 有歌星 然後有前面鋪墊的 還有把殘疾人推上去煽情的 音樂一起 然後那個殘疾人說 這個支持民進黨 搶救王一關 就是說這一種節目 當然大家可以說它是言論自有 可是有些紅線是不能採用的 比如說涉及種族 膚色 性別 或者是談的這一種對身上人士 對 就是說有各式各樣近視其視的資源 或者是善笑嘲笑 這條線是不能採用的 就是在這種節目裡頭 你可以虧任何的人 比如說虧王一川沒頭髮 這個我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種 就是說這種線是不能採用的 相關選心得 只是說著說著 像是演唱會現場嘛 有歌星 然後有前面鋪墊的 還有把殘疾人推上去煽情的 音樂一起 然後那個殘疾人說 支持民進黨 搶救王一川 現場笑聲不斷 但民進黨可是笑不出來 畢竟汪志安雖然沒指名道姓 但民進黨三個字 懂的人一聽就知道 再說他 不分區排名第十六名的律師 陳俊翰 明天臺灣人的選擇 是決定了我們未來要走向哪裡 宣前之夜 陳俊翰登台催票 只是這一幕卻成為脫孔 受節目的嘲諷片段 相關言論引發反彈 製作人獲金第一時間公開道歉 令爭議言論也被剪掉 脫孔秀節目邀請他 果然是評論臺灣的選舉 更以善效的方式來影射站台人士 民主進步黨對此惡議言論 深不以為然 並予以強力的譴責 不過當事人之一的王志安不認 自己有錯 推特發文指民進黨才是 Selfie殘障人士 把陳俊翰當競選工具 另批評民進黨施壓節目 說民進黨是綠共 看來真是有一點道理 推文更揭血連發 翻腔自己不是大陸媒體 是日本媒體 還要網友投票 到底是誰 Selfie生長人士 只是這王志安又是何許人也 我聽說這家餃子館是蔡英文總統 比較喜歡吃是嗎 個人YT影片 拜訪總統常光顧的水餃店 原來經營自媒體的王志安 又在王局 過去曾任央視記者 但在2019年被全網封殺 遂於2020年移居日本 不過聲稱反共的他 過去原型 卻也被民運人士質疑 是裝的 這回因為一場脫口秀 聲明大眾 TVB的新聞 董佑俊去喚柔 台語報導 脫口秀現場表演吞火 讓立委鄭孕蓬上脫口秀 說學逗唱 漾漾來 還是你幫我一下 我還有最後一集 趕快叫耐心的小美琴過來 好啊 我覺得他們是應該來 你看難得有那麼多顆粉在這邊 做足節目效果 只是這脫口秀影片 在爆發歧視 身上律師陳俊和爭議後上架 也讓鄭孕蓬被出征 自家不分區立委提名人也開炮 但是有一種 就是這種線是不能踩 前一天就說有些線不能踩 王毅川就質問鄭孕蓬 你的態度呢 鄭孕蓬趕緊在臉書說 他沒有在歧視言論的那場脫口秀 媒體報導前他也不知情 但還是要求製作單位 跟當事員道歉 只不過歧視爭議越燒越大 不只上節目的被罵 賀龍夜夜秀的贊助商也跳車切割 17家贊助商喊話敵制 引發爭論的大陸媒體人王俊安 也被移民署註銷入出境許可證 儘管五年不准來台 所以我覺得台灣社會雖然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但是它離那種唱所欲言的言論自由的社會 還有一定的距離 很多政治雷區 這種政治雷區就使得這個社會的討論 這個社會中間的價值衝突的時候 大家很難唱所欲言 說台灣雖然人人可講話 但講錯話就會出大事 王俊安把台灣比喻做第二個故鄉 但誓言爭議延少 短期之內 王俊安應該是無法再到台灣來 TVB的新聞流傳回家期 台北採訪報道 好燙 真的我喔 真的我 叫耐心的小美琴過來 我覺得他們應該來 你看難得有那麼多喝粉在這邊 是不是 其實這一次我大選我們邀請藍白綠 我們腰綠一直碰壁 到底是為什麼 不是因為你就是趙少康的大哥 所以當然我們不來嗎 但是如果你早一點找我來 幹事長不是開玩笑的 我一來大家都來了 你會不會覺得太晚了 可是你幫我一下 我還有最後一集 趕快叫耐心的小美琴過來 好啊 我覺得他們應該來 你看難得有那麼多喝粉在這邊 是不是 是不是 沒有沒有你不要理他 現在海水退了 他都沒穿褲子你知道嗎 我才能在後面 沒有我們不是科粉多吧 支持鄭運彭的來點聲音好不好 還不錯欸 對啊我們不是科粉 我們是月月鳥粉 有沒有可能兩年後 2026出來戰 對啊 還有機會再參選桃園市長 這個應該我告訴賴清德才隊 怎麼會告訴你咧 你們邀請賴清德 我就請他告訴大家好不好 好吧 因為最後趙慣例必須要表演一段才藝 我沒帶筆基尼也抱歉 哈哈哈哈 跟大家講一下 鄭運彭的幕僚告訴我一向才藝 是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夜夜秀來的政治人物最酷最強的 你說你會表演吞火 當然會表演啊 不然現場表演一下 鄭運彭兒子的爸爸表演給你們看 師兄上火 欸那等一下你們兩個要證明喔 這真的是我吞進去沒有借位 沒有AI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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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試死擔保 OK 哇好 會唱喔 哇他會唱喔 欸等一下那火好大喔 那是像我準備好了嗎 欸好恐怖喔 好慢 欸你一定要選市長啦 這個風 等一下那個風向是對的嗎 風向是對的 OK 欸那個瓦斯味超級濃的 超熱的 好燙 等一下 真的我齁 真的我 真的我 你真的會吧 悠鵬哥 這個手不要遮住你音質 喔好 太可愛了 會唱嗎 不會啊 不會啊 要親一下嗎 這裡不會唱 沒有 各位觀眾掌聲給詹玉鵬 太猛了